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只要是我掌的权 要排除也容易啊 那就这么说定了 还有 我怀孕你了 你是说 你还了我的小孩 是真的 你看 这是医院的验云报告 你自己看 你怎么能确定 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呢 知道自己是她的 嘞 你的人 你怎么能确定 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呢 我没有跟别的男人上过床 孩子不是你的 孩子是谁的 这话亏你还问得出口 你当我是什么女人 可是你和佩云她爸爸 你胡说什么 佩云她爸从来就没碰过我 那是我们俩设的一场骗局 是一场骗局 你忘了吗 那么 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 你若不想认这个孩子 我现在就打掉他 请你 草卫 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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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掺主 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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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我不过是跟你开开玩笑罢了 瞧你 瞧你气成这个样子 我想要一个孩子 我可是想疯了 你可得好好地保护这个孩子 让他平平安安地生下来 可你还没告诉我 该怎么安排我呢 我 我跟慕佩云相比较 是佩云更重要呢 还是我肚子里的孩子更重要 你说 这当然 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孩子重要了 算你不迷惑 你去 天下至今 为骨肉 没有比亲生骨肉更亲的情人了 你若是连这个都认不清楚 那你可就 这我当然明白了 那好 那等你降不加财产拿到手以后 我要你 跟慕佩云离婚 娶我入门 你要我跟佩云离婚 怎么 你办不到 可你原先不是说 我只要你 陪伴我一个月 这一个月 你能善待我如期吗 我就心患一族了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可是那个时候 我肚子里没有怀着你的孩子 你 你 你若是不答应 我现在就去把孩子打掉 没了孩子 我们俩一刀两断 你继续守着你的某培语 我怎么着瞧 曹薇 曹薇 小燕 小燕 你一直在这 曹薇 刚才听到什么了 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这会儿刚到 有事想问先生呢 什么事 这么大的雷雨 是不是该让太太进屋呢 人 人有三级 不能让太太一直憋着呀 太太 太太怎么了 太太她 李群 我看你是疯了 这时候还把沐培云囚禁在割舍里 要是让培云的爸妈知道了 咱们不但前功尽弃 恐怕你的命也保不住了 我是一时气不过 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下子 可让你全搞砸了 那你说 该怎么办 只有提前下手 你是说 先除掉沐培云的母亲 今天沐老头 曾当面问我 是否和你有暧昧关系 说是培云的母亲亲口告诉她 以前在你卧房外 听到你和一名女子在房里暧昧地 息闹着 并且还说 你要那名女子问你什么孩子 沐云的母亲怀疑房里的女人就是我 所以咱们不如提前下手 今晚就让她跪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放她出来 再饿她一餐 等她全身乏地时 再将她改囚禁柴房 我把她关在割舍里 只是为了要吓吓她 让她知道害怕 我并不是真的有心想要囚禁她的 现在你不囚禁着她也不行 绝不能让她再与外头眠落 都不许她一家人见面 否则 后果不敢设想 要不 我就将她 捆进麻布袋里 沉入大江 你老你了 不行 我说过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绝对不许任何人伤害佩云 好啊 你要这么说 那我偏要了她的命呢 你可要我长命 或者 多抬上我 多厉害孩子的命呢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你也永远别这么盛想好不好 总之 我不许你伤害佩云 否则 佩云也死 那我也死 我会当真明灭 把我自己给毙了 放心 我也不过是想下行 这时候 她可死不懂 否则 他们一家人 在短时间内 相继而往 你这个既得利益者 恐怕就难逃 杀人谋财的血 你 你今晚上回靖园区 把这药 以配名母亲 偿服的味药调换 这是 你别管这么多 你只要照我说的做 别让人看见 别留下指纹 好 好 好 不要 别管 不要 别管 我 会 是 啊 还 好烂 你们呢 都是些叔叔伯伯的 可是老拿我开心 总是欺负我 抛锈求招亲 这有啥不好 不是有出戏吗 那个宋朝时 有一个相府千金 制那个彩球择亲招絮 投给那个 那个 那个穷锈彩 这个穷锈彩 叫什么来 谁啊 吕洞宾 不是吕洞宾 怎么是吕洞宾那些 不是啊 吕盟正 对 对 吕盟正 相府千金 那彩球一抛 那个穷锈彩接到了 那个穷锈彩就叫做吕盟正的 这个状元 中了锈彩之后 他就做了宰相了 是秀才中了状元 当了宰相 对 对对 所以啊 这个村长伯伯建议小蝶 你也不妨 办一场抛锈球招亲啊 说不定的那个 别说不定了 那是戏又不是真的 再说了 都什么时代了 还抛锈球招亲 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不会 再说了 万一 万一接修球的 是个 死之不全 五官有缺的赖历头 那我是嫁 还是不嫁 说的是 还是相亲比较保险 咱们村子里 可有合适的 挑几个 让小蝶想想 挑几个 你能挑出一个就不错了 你可挑几个 我跟你讲 咱们村的男人 那除了要华 就没有一个 能当一盘菜 都上不了台面 咱们还是好好的 相中一个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 能够配得上咱们小蝶的 可惜呀 要华是小蝶的叔叔 这否则 我们可是没有 血缘关系的 对呀 没有血缘关系 这倒是 小蝶叫药华叔叔 这倒是 口头上的 锦绳啊 他俩都是没有 血缘关系的 关系 对呀 来 喝酒 来 来 来 吃 我已经有忠义的对象了 谁啊 我想请村长伯替我说没 好 说 是 是谁啊 谁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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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咱们村子里的人 咱们村子 谁啊 咱们村子 谁啊 咱们村子的人 这是谁啊 谁那么有古典 想不到 想不到 就是 就是 到底是谁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看个人家 你们好吗 跟谁 each人一轮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徐长我几岁罢了 什么徐长你几岁 我大你足足有十来岁 大十来岁算什么 大三四十岁的老夫少妻 也处处可见 没错 又华 这可不成理由 不妨碍 不妨碍 就这么说定了 选个好日子 咱们全村人帮你们一起把这节喜事给办了 好 对 你办了 谢谢村长伯 谢谢各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各位 我要下出客令了 我看各位有点喝醉了 没有 没喝醉了 孙长伯 您也喝醉了 明天一早大家还要工作呢 太明知了 请回 谢谢孙长伯 您也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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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休息吧 赶快回去休息吧 走走走走 明天一早还要工作呢 别别别别别别我喝醉了 我是跟你说认真的 瞧你至今 仍然孤家寡人 大家伙看了都觉得心疼 都不忍呢 陈伯去 你年纪也不算太大 小天年纪也不算太小 你们两个人横看树看都相配啊 就泥或水 水或泥 搅和在一起做夫妻吧 至于过去的事 就将他彻底忘了吧 我是说 过去你和莫大小姐的事 就让他都流水去吧 他已经诈为人妻了 咱们还把他放在心里面 干什么呢 你说是吧 看还好好的 过自己的日子 好好的为自己的终身 盘算才是啊 俗话说 先食黄莲 后食甘草 越食越好啊 我看咱们小蝶 就是一株上等的甘草 小蝶对你的好 你对小蝶的好 大家伙都看在眼里 老哥哥希望你能够知福西福 莫为天边月 失去手中猪啊 晓得吧 枯木逢春又发芽 更让自己高兴起来 与小蝶相依为伴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何意义呢 你还在等待什么呢 我没有在等待什么 我只是不想再设计男女感情的事罢了 唯性之论 今天若是穆佩云离婚了 愿意再重新毁你的怀抱 你接不接受她呢 你是不是也不愿意和她设计到男女感情呢 你逃 你逃得了一辈子吗 总是你能躲到无人处 你躲得开你自己内心深处的困索吗 你何苦将自己囚禁着 让自己过得这么的不快乐 十年了 整整十年了 你还要折磨自己到什么时候啊 错的并不是你 是她一时任性 是她啊 她也没错 错的是桑天捉弄 不能怪她 那你就放了她 也放了你自己 把你对佩云的爱 化为祝福 祝福她与茉莉群 美满恩爱 白头到老 而你 而你更该想村长 一项 美满 还要建议 准备 和 不要 让我做不了 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佩云 真怎么跟茶山的殿农门签订合约 而且还一签就是二十年呢 胡闹 真是胡闹 这孩子是越来越任性 越来越不像话 算了 这不是照你原来的计划吗 建立佩云的恩望 什么恩望 没什么 对了 有一位洋商要和我合伙在北京盖大批的华园洋房 我得去北京待一阵子 今晚就走 这么急啊 那洋商可是迫不及待啊 宝盒 来 帮我去收拾收拾东西 是 你怎么了 妈 你可以给我您的胃药吗 你胃疼啊 是啊 最近只要和平有点不愉快 胃就疼 这是情绪性的胃疼 和我的老毛病一样 通我到房里去 我拿给你 谢谢妈 记得 依照我说的时间 把药放进水里 让沐沛于扶下 然后 准时打电话给沐老太的 每一句 都照着我教你的跟他说 我知道了 疼得厉害就服两片吧 谢谢妈 这个药啊 挺有效 而且没什么副作用 我看你明天 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嗯 太太 您喝水吧 先生吩咐 不能给太太进食 可我见您 一整天都没有喝水 必定是可及了 所以 我偷偷的给您端碗水来 您可千万别告诉先生 来 太太 您别着急 慢点喝 这一碗水都是您的 太太 您慢点 慢点啊 是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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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疼好些了吗 好多了 人心头长揪了结 就容易胃疼 你别老是怀疑 佩云和叶耀华 有什么暧昧关系 佩云不是这种人 倒是你和采薇 我在怀疑你和采薇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暧昧关系呢 妈 这件事我已经先前 向妈解释过了 是妈听错了 我怎么可能听错 就在你们的房外 倒是佩云和耀华的暧昧 才是千真万确的呢 今天 我可是自己亲眼看见 他们两个在一起 搂搂抱抱的 你胡说 我没胡说啊 妈 更早之前 一位记者朋友 在电话里告诉我 她同其他几位记者 都拍下了佩云和叶耀华 在茶山村 公然搂抱在一起的相片呢 不可能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吧 要是妈您不相信的话 那就等着看明天的报纸吧 喂 你是哪一位 你别问我是谁 去搜搜你丈夫的公文包吧 看一看 她是如何将她身后的财产 进行重新分配的 又是如何将三分之一的遗产 分配给另外一个女人的 你说什么 快去搜一搜她的公文包吧 她就要准备将那份文件 交给她的律师 你快看看吧 否则 你就后悔莫及了 妈 什么事 你是 苏玄 我得出门了 这个我不在家期间 家中大小事 叫贺管家帮忙处理一下 公司的事的 我家都给离群了 我送你 给我 别 天太晚了 你早点歇着吧 大 我送你了 好 给我 你送你的 书玄 书玄 你 你怎么动我公文包里的东西啊 你告诉我 你和冯采薇是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将三分之一的财产给她 你说 你说呀 你和冯采薇是什么关系 你说 你说 你和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有了我的孩子 她有了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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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了你的孩子 你 你 书醒 你 不要脸 你无耻 你 书醒 你 你无耻 滚 滚 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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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书醒 快 扶两杯胃童药 快 书醒 你滚 你滚 我明天就请律师跟你办离婚 你滚 滚 我不要再看到你 滚 滚出去 滚 我跟你父亲关系到此为止 滚出去 书醒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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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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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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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放了她 也放了你自己 把你对佩云的爱 化为祝福 祝福她与茉莉群 美满恩爱 白头到老 而你 而你更该像村长伯说的 枯木逢春又发芽 让自己从此高兴起来 与小蝶相依为伴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不是很好吗 佩云啊 佩云 或许我真的该彻底 把你给忘了 把你放了 村长伯 小蝶呀 你来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小蝶坐 稀可稀可呀 今儿怎么来了 来来来 喝茶 谢谢 村长伯 这个是西洋饼干 是牧师企业的副总经理 穆尔祥前些天送给我的 我想改送给村长和阿桃婶吃 这怎么好意思 这是西洋饼干啊 我这辈子还没吃过西洋饼干呢 谢谢了 谢谢了 不谢 小蝶喝茶 喝茶 谢谢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今儿来应该有事吧 一来呢 是要谢谢村长伯 今晚跟药华所说的 似乎 有点效果了 真的 好好好 这个是啊 村长回来也跟我说了 我也认为啊 你与药华呀 早该把这事给办了 早早结为夫妻 免得外人闲言碎语的 您说的是 所以呢 我又来拜托村长伯 你说 要我怎么帮你啊 打铁趁热 就肯请您继续说服药华了 行 从哪儿起 我从早到晚的跟着药华 天天叮嘱他 非要他早早答应你不可 谢谢村长伯 我也帮忙 我的口才比村长好 由我来劝说药华 保准药华一定答应 不过将来呢 这没人理啊 可得我来收 没问题 你严为定 我来说 好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